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医师 这是一周的市场观察的报告 那投资是自己的事情 任何资料都是仅供参考 不能作为您的买卖依据 投资有赚有赔 投资前应详细审视自己的交易原则 而且还有一点要提醒的 就是要小心诈骗 便宜莫摊 不要随便加入群组 现在脸书上面有非常非常多 冒用很多各种各式各样的有名的人 他们的一些 就是要你加入群组 然后反正就是说一些有的没有的 然后你仔细看一下 那个都是骗人的 就是都不是真正本人 那些人去弄的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加入 首先呢 今天的讲 开始讲之前 我要先朗读一段话 希望大家听进去 我觉得他讲的 林老师讲的非常好 对于交易者来说 话题 对抗不了卖压 就真的卖压来的时候 你再怎么样的话题 都会被打下来 但是利空呢 是压抑不了趋势 意思是说趋势如果朝上的时候 再多的利空 最后还是会回到原本的趋势上面去 利多改变不了方向 利多是改变不了方向 预测呢 主导不了变化 所以我们都不以做过多的预测 那我们只能看观察 然后并且按照趋势去做 那多头的时候 股价是由市场的资金来决定 那空头的时候呢 股价是由公司的价值决定 这讲得非常的好 市场追捧哪些股票 那些股票在多头的时候就涨得特别凶 相信大家过去这半年来都有看到 那个AI概念股涨翻了 那领先股是交易判断的重点 空头末期呢 领先上扬的个股 还有多头市场提前做投的个股 都是需要留意的关键 我为什么要朗读这些话呢 是因为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感触 也吸收 好 那大家还记得过去一周以来 台风的动向一直在修改 最早的台风 上礼拜的那个台风 它原本的预测方向是穿过北台湾 后来一直往南修 修到最后 竟然没有碰到台湾就走掉了 那现在这颗台风呢 本来以为会往大陆去 看起来呢 会在琉球方向就会转弯 往日本 往北北东方向离开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交易的时候 其实是要实时的去调整 实时的去保持一定的弹性 然后虽然预测的方向是那个方向 但是呢 有没有可能突然有个巨大的变化 我们要随时保持要修正的心态 好 那我开始检查那个市场的那些information 客观的数据 目前首次申领失业金的人数呢 越来越 就越来越少了 这代表景气是非常非常好 景气非常好 那Redbook的铜电销售指数呢 目前还是在往下掉 就是说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 又没有经济过热的现象 这是我的判断 那消费者新银指数呢 目前也是稳定持续上扬 但是跟上周比起来小一点点 但是至少也没有往下掉到60以下 那也还没有到90以上的过热区 经济活动指数呢 位指数 目前就是看起来是 跟前值比起来稍微低一点点 所以这周的经济状况是比上周稍微差一点点 也许高利率底下 确实有稍微压抑住经济的活动 一点点 但还不至于衰退的感觉 那核心通货膨胀率呢 也在往下掉 可是这跟上周 之前的报告应该是同一致的啦 因为到8月10号才会再更新 所以总之目前通货膨胀率 目前正逐步下跌当中 那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呢 也是还没有更新 目前还是属于低档 那央行基准利率呢 目前又往上调一格了嘛 大家知道5.5了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刚开始升息的时候 这一段的时候股市呢 崩了一塌糊涂 可是到后面的时候 反而利息明明也还在高档 可是股市已经涨了一段 所以这代表什么事情啊 我要讲的是说 利率的绝对值 利率的绝对值 跟股市的方向不尽然 不是那个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关系 而是这一段时间因为涨了 利率提升得非常快 导致大家的恐慌 股市感觉大幅的资金被抽走了 是那种从零利率以来突然之间开始有利息 那资金成本突然上升 大家资金赶快抽回抽走 可是后来发现呢 后来大概都知道已经差不多就是这里了 那资金反而相对又觉得比较安全了 是这种心理状态吗 我不知道 总之就是你不要用绝对值去看 它跟某某事件的关系 绝对值似乎不是一个参考的指标 那制造业指数也还没有更新 明天就更新了 那目前的话就是制造业指数还没有爬上来 那非制造业的ICM报告也还没更新 到8月3号更新 所以下一周应该会有更多的数据出入 那至少我们确定的是它应该都不在红框的区间 那S&P市盈率呢 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市盈率有在往上调 有在增加 所以PE ratio在往上调 就是说经济不错 呼应了总经大师爱谢克 他认为接下来一段可能是金发女孩经济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企业盈利成长 可是通货膨胀还紧缩 通货膨胀没有更严重 但是最近有一个呼声出来了 好像通货膨胀又有点起来了 为什么你看到原有的指数就知道 已经慢慢爬上来了 跟我前两周之前的预测差不多 我那时候就觉得原有好像要开始走多了 那会怎么走多的方式我不知道 可能应该可能不见得会快速走多 如果是温和走多 可能就就是这样吧 反正通膨似乎有慢慢回温的趋势 大家要留意 因为大家总觉得目前的共识是只要通膨还在继续往上 那升息就不会停止 大概是这样 那情绪指数的部分还是一样 还是属于高档的贪婪的位置 贪婪恐慌指数还在贪婪的位置 那AII投资组合的调查呢 上周看到51多头 看多人超过一半真的是吓到我了 然后后来有稍微修正了一点 现在看多的人稍微少一点了 然后变成跑到中性去了 OK 那就这样吧 那总结刚刚的一连串的东西 我在这里就把这张市场周期的极端高位跟极端低位 然后我们根据刚刚判断的那些有的没有的数据 我把它框起来 就把它位置把它拼起来 大家一目了然就觉得OK 好现在市场周期还没到极端高位 我只能这样说 就是还没到极端高位 如果还没到极端高位 那就是理论上就持股续报 耐心等待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目前也是我的策略 个人的想法是这样 对不对我们只能事后去看 那现在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说 这一次的AI的泡沫 会不会就跟当年的.com泡沫很像 就是说当时只要挂名有.com的公司 股价都飙翻了 那现在那个AI只要讲AI的公司 钱就一直往那边冲过去 这大家应该都有感受 那到底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呢 还是在这个位置呢 还是已经到这个位置呢 我不知道 就是应该还没到这里 所以总之就是目前就是在 这个泡沫的当中 在哪个位置 坦白说我没有很有把握 告诉你在哪里 那 趋势还没改变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好 接下来我要讲 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些 反正很短的一个故事 然后就是小小的事情 然后大家来想想看 过去这一年啊 其实在很久以前 我就看过材料 KAY这家公司的名字 我觉得很有趣 但是其实我不晓得他做什么 说真的 因为我觉得股市啊 最好是你懂那家公司在做什么 你在投资 这样会比较好 那这家公司呢 我也不知道他做什么 说实在 那我只知道他之前的高点 大概一百七十几 然后后来 他在后来 我不知不觉看到他 他已经在 好像在已经两三百了 两百多了 那时候 就 想说奇怪他涨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涨什么 后来不知不觉就创新高了 创新高之后后来他这边有一次的回跌 有一次的 算是转折 转折 转折以后他就好像要下来了 那时候感觉 那时候我第一次以为他要往下掉了 第一次以为我要 我觉得他要往下掉了 结果没想到 在这边再度创一个新高 有没有 在这里创新高 然后 不知不觉到一个新的高位之后 这时候已经六百了 已经六百多了 很可怕吧 那时候我看到有一根长黑 就是所谓的长黑吞噬 我又觉得他完蛋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好几个转折力量 统统要把他打下来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很有可能跌破季线 然后就要准备弯头往下做 为什么 这边盘整了好久了 对不对 所以他只要往下掉 他就是一个大头部了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都想说 这档应该是结束了吧 没想到 就从这里又开始往上涨 涨到这边 又涨了大概 快一倍 那时候快五百 跌到快五百 又涨到一千 吓死人 这就是多头的趋势的可怕之处 那我在这边也跟胡适小白讲一下 基本上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你从台湾的西岸 平地 你要爬到玉山 你要经过 比如说你要去爬河湾山的山顶 那你势必要怎样 先开车开到 比如说埔里 对不对 然后埔里到了以后 还要到清静 到清静农场完了之后 才能到合玉山 意思是什么 你一定要创新高啊 你只有创新高 才会到更高的地方 这很简单的道理 谁都知道 所以呢 所谓的多头趋势啊 就是 创新高 对不对 那既然会创新高 那就是 所以有一派的流派就是 创新高就买进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创新高就买进 可是这时候常常都很考验 每一个人的心心 因为每次创新高 不见得就 不见得每次创新高 他就继续往上走 常常创新高之后又拉回来 那种感觉你会很不爽 因为你觉得 应该要上去了 怎么又套牢的感觉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档股票 齐宏 最近大家应该都认识他了 这档 我早在 在这里的时候 遇到跟我太太的一个同学 他在齐宏公司上班 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聊天 那时候他 我就问说你们公司怎么样啊 好不好啊 老板经营怎么样啊 他说 不错 我们老板蛮有积极 上进心的 那时候 他说那时候这里的股价 他说他们的营业额那时候是500亿吧 他说他老板目标是1000亿 反正看起来就是很实施派做很务实的老板的感觉 那时候我就说好 那我帮你看一下 我就那时候用他的EPS去推估 然后齐宏他是散热的 所以我就用散热跟他一样做散热公司的公司去跟他对比 他的股价 从EPS来算 我那时候就跟我太太的同学说 我觉得他将来可能会涨到150 然后长远来说 我觉得会涨到300 我从EPS的成长的感觉 但是我不了解他们公司做什么 说真的 然后讲完以后 我真的隔天就跑去买了 然后这一点涨停我还很得意 你看 我讲的很神吧 多准啊 对不对 而且我刚讲了 创新高 应该理论上是一个新的多头的开始 而且你看又带亮 对不对 结果呢 隔天 收了一根小黑 再隔天 跌破这个长虹的低点 直接就两根加起来 就整个吞噬掉了 对不对 他就果然又跌下来了 然后那时候又很逼近连线 好像随时要崩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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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 朋友们啊 就是同一个群组 大家互相研究股票的朋友 就说你看 他每一次一上来 就掉下来 上来就掉下来 上来就掉下来 他们说这个叫股性很差 股性很差 然后讲一讲以后 就新会议了 我就停损就出场了 出场以后呢 我就再也不看他了 刚刚讲的地方在这里 刚刚讲的地方在这里 结果没想到 又盘整了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第四个月的时候 三个半月的时候 突然之间创新高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再看他了 为什么 因为心里面就想说 股性很差嘛 你看这边是不是又来一次 又要涨上去了 又掉下来 有没有 这股性很差啊 突然之间上去 这再也不回头了 他正式开启 他的多头时光 有没有 但是你看 所以当初我如果死死的爆租他 我现在也赚了三倍 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他那时候会涨 我怎么知道他后来会这样 因为我不是那家公司的人 我不晓得这家公司到底会怎么样 所以我没有那种稳定的心性 我没办法就确认他一定会涨到这里来 我怎么会知道 虽然当初我坦白讲 我那时候真的有估算 他有可能到300以上 那当然他是后来是搭成一个AI的题材 这样一路涨上来 好 那再来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很多好几根藏红 有好几根藏红 藏红藏红是连续的 藏红之后有没有马上藏黑 没有 OK 所以我们这讲一句 手上没有的标股 我们通通称之为妖股 好 请大家思考本周的两个问题 因为我听看了 看了一个影片 然后 我觉得题目 我觉得里面的一些逻辑很荒谬 所以我就提出来 请大家自己思考 几掌必定伴随几叠 竟然有人传递这种观念 所以 有人就是教你放空 就是做短线的放空 就是几掌之后 一定会几叠 所以就在几掌的末端的时候 你就放空 你就堵他 隔天就掉下来 有人就想要赚这种 赚这种价差 那另外一种就是 他觉得风暴比很 那时候风暴比他觉得很高 可是呢 趋势 那明明还在朝上的时候 到底是风暴比比较重要 还是趋势比较重要 请大家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不预解 不会给大家答案 但是我只是觉得 你认真去深思这些问题之后 你会发现 坊间很多人教东西的 都是让一些散户们 投资小白们 太过于注重一些小细节 但是却忘了大森林上面 更重要的事情 或者说 以为自己抓住了一把刀 就一定会能够看得很爽 拿到了一个铁锤 就一定要看到钉子就要打 但是其实都没有想清楚 什么东西比较重要 那今天股市上最 今天是7月31号 最经典的就是 我发现开盘 创意竟然跌停 创意竟然跌停 我就稍微瞄了一下新闻 原来他说什么 下半年展望不好 他其实是我们这一波的 AI上涨的领头羊 领导股 他很早就开始涨了 他从三四百块一直涨到现在 涨到最高到两千块 大家看 这样一路涨涨涨上来 涨上来到这里的时候 今天竟然一根就跌停 就直接跌下来 你看看 从两千块买的人 今天就只剩一千六百三十五 他跌了将近二十%了 这个很可怕 那重点是 我没有 我在上班 不可能盯盘 然后到中午休息的时候 一看 伪创广达 通通都下来 大家把大盘 家庭指数也下来 所以你看领导股一旦跌停 其实其他的同类型的股票 都变弱势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早盘 他刚刚 当他跌停的时候 其实嗅觉敏锐的投资人 就知道要赶快先出场了 不要再留恋了 就赶快叫要先出场了 那更敏锐的人 甚至还去放空他 因为平板以上还可以放空 那大盘本来是开 是开高的 本来是还蛮一片乐观的 不然就开高走低 那大家看看 包括是华星光 霜红 奇红 通通都一样 这些都是这阵子热门的AI股 所以你看 AI的这种热门的领头羊 一旦突然跌停的时候 大家就跟着杀了 这就是 所以大家走短线的人就要很敏锐 那我没办法盘中看盘 所以我就没办法 我只是刚好发现到 这个符合 我所学到的一些知识 然后就 如果有走短线的朋友们 就可以 最起码要知道 这是一个 当领头羊开始突然中错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要减码 好 总之呢 谢谢您的参与 欢迎订阅 那欢迎留言 欢迎讨论留言 那我跟大家一起 逐步学习 跟了解市场周期的过程 如果有说错的地方 欢迎留言指正 本影片无法对您的投资负责 请谨慎思考判断 我非常忙碌 我尽量每周出看一次 有时间就会分享一些有投资知识 今天我就分享了一些 我小小的一些看法 以及我自己犯的一些错误 你看别人跟你洗脑说 这张股票股性不好 可是莫名其妙 他突破的时候 我就不在车上 我就不在那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刚讲了 时时刻刻要保持 可以修正的弹性 不要过度坚信一件事情 不要过度的相信 也不要过度的坚持 那你就是保持你自己的弹性 那我将来还是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